本日五點二十七分尋 張姓駕駛白色自小客車 沿惡林鎮二溪路二段北往南方向行駛 疑似因車速過快且天雨入滑 致狀對象股旁電線桿 駕駛與乘客受傷均送往惡林基督教醫院 兩人經救護的時候均還在車內 無人拋出車外 其中張姓駕駛腿腹骨折 高姓乘客經急救傷重不治 法案已規定向檢察官申請鑑定許可書中 詳細造勢原因仍帶警方調查 在此呼籲用路人 雨天四線交叉天雨入滑 行車應特別注意車前狀況 減速慢行遵守交通規則 以維護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 那有酒駕的狀況嗎 目前仍向檢察官申請鑑定許可出送